朋友你們好 我是小胖哥 習總前幾天找我了 找我有什麼事呢 他說 兄弟 我問你一個事情 就是我京東店鋪 現在有一單貨 發過去呢 品牌啊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這個客戶說到貨之後 就說他這個是三無品牌 無合格陣 無生產廠家 例子就是典型的就是三無產品 他說這個是 就是欺詐消費者 詐騙消費者 他要投訴我 我該怎麼辦呢 這個情況呢你這邊有沒有遇到過呢 應該怎麼樣解決 我說這個視頻呢 京東的一些職業打假的視頻 我聊過很多了 你自己去看一下 翻一下應該還有 然後我以為就這一頁就翻過去了 因為之前的京東打假 京東的戰略一些敲詐的 我之前都分享了很多 但是很多年前分享過了 但是現在的套路還是很多人在用 基本上因為商家 每天都會有一些新的商家 京東都會有新的商家 然後職業打假的也是每天都會有新的入坑的 他們都是不斷要拿新商家去陪練 這一頁我以為就翻過去了 然後呢他過了一天又找我 他說兄弟 你這邊能幫我搞定嗎 然後我給你錢 你要多少錢都可以 這個人呢 現在呢說要去工商跟京東投訴我 是專業打假的吧 我這邊有點怕 我說呢這個東西呢 我幫你搞定不了 因為他是職業打假 你需要自己搞定 你這邊也不用給我錢 我只能說給你一個建議 或者說你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視頻 他說這個要怎麼樣搞定呢 他說這個人呢 要2500 我能不能給他 給他2500 就是這個職業打假的 他一開口就要2500 我說他買了多少錢的東西呢 買了多少錢的東西要2500呢 如果說買客單價比較低 我一開始我就斷定了說 這個應該是比較高一點的客單價 如果說太低的客單價呢 他是不會說要一開口就要2500 所以說這裡面就還有個細節 你們要注意一下 比如說你們平時在上貨的時候 如果是新店的話 不要上太高的客單價 上個那種幾百塊錢的 或者幾十塊錢的 因為京東有一個規則呢 就是假一賠三 最高就是不會超過500到1500左右 如果說你是非常高的客單價呢 易到敲詐的可能會比較多 那如果是新店鋪的話 做新店做京東新店的朋友 我建議你們剛開始客單價 現在不要訂的太高了 不然的話很容易就被這些職業打假的 找上門了 職業打假的一般就是 現在不管你上多少個商品 也不管什麼 那就看你這個店是不是新店 是不是新上的產品 然後再看一下你這個品牌 有沒有同行 有沒有很多人在用這個品牌 所以說一看就能判定你說 這個是不是無過人產品 我說這個人要2500 他是買了多少錢的東西 他說買了1700多 我說你是電話聊的還是微信QQ聊的 他說微信聊的全程都有證據 我說是買了什麼產品呢 他說是買了一個 一個禮合金的一個梯子 買了五個 買了1000多 我說你是什麼類型的店 他說是京東POP專銀店 我說是拼購專銀店呢 還是POP專銀店 他說是POP的專銀店 我說你有沒有去 去諮詢京東客服 專業一點的客服 他說還沒有 他說我就問了京東客服 我說一到打假怎麼辦 我說官方是怎麼說的 他說後台那裡可以擠爆 他就給了我一個圖 就是我們後台不是有一個圖 可以提交三單了嗎 我說那你現在是怎麼想的 他說就在這裡 他說我想花錢了事 然後呢把這個事情呢 給解決掉 先解決掉 不讓店鋪受影響 然後馬上讓廠家那邊 給我貼個牌 後面把單子 把資料補齊之後再發貨 他說小胖哥像這種投訴的話 如果說投訴到工商那邊 跟京東那邊 一般要罰款罰多少錢呢 我說你這個想法是可以的 那如果說你賠錢呢 他不測速怎麼辦呢 你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情況呢 他說那你說我在東東上跟他聊 套一下他政績可以嗎 我說現在不用東東 不用京東官方的 你用微信也是可以做為政績的 因為現在不管是很多地方 微信用的都是比較廣泛的 所以說都是可以做政績的 我說其實給錢的話 我是不建議給 有可能馬上你現在給了之後 晚上突然來一大批人 到你店鋪裡面去下單 我是遇到這種情況的 給了錢還不會說結束這個事情 他說那明白了我先偷著 我說我給你幾個建議 你先照著我的建議去做 第一步我建議你是先準備好所有的資料 就是你開店的商標品牌 資檢啥的資料肯定要齊錢 必要的時候去找一下你的商 廠家要一個商標授錢 然後到時候可以提交給京東去處理 那如果說你把這些資料準備齊錢了之後 第二步先到後台去提交一個三單 就看京東知不支持你刪除該訂單 第三如果說他跑到工商投訴了 這些資料你也是要提供給工商的 你能有自己的資料有廠家的資料 也是必須要反饋給工商的 第四步一定不能說你是無品牌 也不能說你是無合格證 也不能說你沒有生產地址 那樣的話就典型的就承認你是三無產品 你一定要死活咬住說 你發的貨品牌是有的 合格證是有的 然後生產地址是有的 因為你有正規的廠家 這些東西廠家都會有 一定是要搖準說 你這個可能是在發貨的過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 可能是吊牌掉了 可能是合格證掉了 這應該是發貨的問題 丟失了 如果說他想要品牌想要這些證明 我們可以補發 那如果不補發的話 可以讓他把貨退回來 我們承擔來回的郵費 但是一定要注意有個點 就是不能承認自己錯了 那如果是賠錢的話 我裡面把這個錢呢 就是賠給京東或者賠給工商 不要賠給這些職業打假人 我的作分是一貫不助長這些惡事例的 如果說你給的錢 他還會再來的 所以說你自己考慮一下 我以上的這些建議 他說好的 那小鳳哥 我先按照你以上的建議去處理 我說你先一方面跟他溝通 套一些政績 一方面做這些準備的工作 兩手進行 他說好的 小鳳哥很感謝你 我知道你很忙 然後你還有空抽出來回答我這些問題 我說好的 不用謝你有問題都可以給我留言 然後你先看一下對方有什麼要求 你不能不要太急 你業急的話 對方就業會趕鴨子上架 我說現在一定要咬定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有的 可能是倉庫發錯過 如果你一旦承認說你賣假貨的話 那這個就比較嚴重了 我說你現在店鋪是有幾個產品的 他說我現在店鋪上了只有幾個產品 我說那你不是無貨顏店鋪 這個基本上就不用怕 他說好的 然後我說你這個現在一定不能急 我說現在你太急的話 是對方一定會比你還要著急 他說對了 他說小鳳哥你怎麼知道 他說現在對方很急 一直要催著我去私了 我說對了 我說他們肯定啊 因為他一單派一千多 對不對 十單可能要好幾萬去店 所以說他們對這個資金的回本要求也是比較高的 如果店鋪的時間太久了 也是承受不了的 你越不能急呢 你越跟對方慢慢溝通 對你來說越有利了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現在我們國家是支持合法代加工的 所以說如果說對方要的太急的話 錯了 對國家支持合法代加工 然後你們只要能找得到合法的上家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說對了 他說好的那我先照你這些去處理 然後我跟他說你一定要跟對方慢慢拖 他說你要請示老闆啊 請示財務啊 各方面的成本啊 各方面的推啊 然後我說好的 你大概是這些 然後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再截圖 然後他說好 小胖哥感謝你 我說你處理完了 告訴我一下 你處理的答案 然後過兩天 過來呢 就找到我了 他說小胖哥 我按照你的建議去處理 然後現在京東也支持了我 支持了我 然後我把所有的證據都提交過去了 然後現在對方打假了 已經扛不住了 申請退款了 然後說京東已經認可了我所有的資料 然後現在那個又打電話到12315去擠報我幹嘛的 我說 我說你 第一道事情呢 是不能慌 對吧 一定要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按照我以上給你這些建議 你看一下處理 絕對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他說對了 小胖哥 你的經驗真豐富 這個人呢 突然就給我發了200塊錢的紅包 然後我說 這麼大的紅包 他說你這個紅包一定要收下 因為我幫他省了好幾千塊錢 剛開始他比如說對方想要2500 然後結果一分錢沒賠 因為我給他這些建議 所以幫他省到2500 你們在遇到京東各種打假的 一定說不要慌 一定說要耐心的去處理 對方急一定不要急 一定要把所有的東西給弄好 弄好了之後呢 你們在遇到就是京東 就是這些怎麼店鋪類的一些職業打假的問題呢 第一時間一定說不要慌 很多朋友找到我 我都會讓他去把我之前的所有視頻給看一下 如果說你實在解決不了問題的話 你再回來執行我 你任何時候執行我都可以 我都會回答 但是我就是有一點不喜歡一些伸手打 就像這個朋友呢 我就比較喜歡 我幫他解決了問題之後呢 他隨手就給我發了一個200塊錢的一個紅包 這就讓我感覺到我的分享 我的對外輸出 是非常有幫助的 是對別人是非常有幫助的 其實我不是說要求說每個朋友來執行我的 來找我的 來一定說要給我發紅包 一定要幹嘛 但是說只要說覺得你 對你有用的話 你隨手發一個小紅包 這也是對我一個付出最大的一個肯定 對我持續輸出最大的一個肯定吧 另外如果說對於這些打假的不懂的朋友 可以建議視頻再看一下吧 拜拜